大家好,在中国,很多中国人觉得非洲不好,知道吗? 很多人,你知道非洲的英文名字叫什么吗? 非洲,那个非,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Land of nothing, alright? This is not the real meaning of非洲,非洲好什么 今天我有一个先生在我身边我想问他,他觉得非洲怎么样? 诶,你好 你好 我的名字就是小黑,你呢? 我心中 你在非洲多长时间啦? 三年 三年啦 那你觉得非洲怎么样? 非洲亲号的 非洲什么? 非洲人民亲号 亲号 对于人热情后到 然后快乐四十,想到快乐 所以这个今天全是平家,对于非洲很好 对于人热情 我的名字就是小黑 我今天在非洲,非洲那里,我在非洲加拿,知道吗? 今天我有一个中国人在我的身边,我已经告诉你,每个多地方有中国人,你知道吗? 每个多地方有中国人,你不知道,对吧? 好,那今天我有一个名字在我身边,她叫Merry 你好 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我很高兴认识你 Merry,你来非洲多长时间啦? 一年半 一年半 那一年半在非洲,你觉得非洲什么样? 非洲很爽,很漂亮 非洲很漂亮 哎,Merry,我有一个问题 在非洲,你看到的就是非洲人吃人肉吗? 从来没有看过 从来没看过 对 你知道吗?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很多中国人害怕我,害怕黑人 因为他们看黑人 吃人肉 你怎么告诉他们,就是非洲不是这样的,因为你已经在这一年半了,你没看过 所以怎么告诉他们,中国人想听一下 加拿大这里很和平,我们有说人吃人的最终现象 这里主要吃海鱼,它靠近大西洋,它吃牛肉和羊肉 我们吃牛肉,我们还吃羊肉,知道吗? 哎,Merry,这个天气怎么样? 这个天气非常舒服 为什么? 这个海风吹起来很舒服 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北京太冷了,你知道吗? 对,很冷 所以我想就是问你,你习惯真的菜吗? 我喜欢这里的食物 你习惯真的食物? 好,你已经习惯了,对吧? 那,Merry,我还有一个问题,你会真的演吗? 我会 会 会什么呢?你可以说一句话吗? 会 一句话,可以说一句话还是什么? 阿博文 阿博文 你好,我已经告诉你别多地方的中国人,对吧? 你猜我现在在哪里? 我在非洲 但是我在中国,常常在非洲,知道吗? 所以我想就是,我有一个先生在见,他是中国人,知道吗? 我想问你,哎,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在非洲就三十年 五年 你在非洲做什么 在这边做什么 我们在这边做了很多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做贸易 做房地产 做那个实业 那你觉得非洲怎么样 非洲挺好的 那我想我有一个问题 你对非洲人怎么样 非洲人挺好的吧 总体来说 就拿加拿大来说的吧 别的国家不太了解 加拿大人是比较友善的 比较友善 知道吗 在中国 很多人看黑人的时候 有的说他们害怕 有的说他们觉得 没看过这样的人 所以你怎么告诉中国人 你看你对黑人 应该对黑人应该友好 我想我给你大概 怎么说呢 你自己可以说 就是你觉得非洲人 怎么样 他们应该不害怕 非洲人 有的人觉得非洲人 没气 人肉 你知道吗 所以你怎么告诉中国人 就从我的经验来说吧 我来加拿大五年了 其中也去了肯定 我觉得从你来说 非洲人是挺好的 尤其是加拿大人 是比较友善 第一个 第二个 可能在中国 有很多 包括一些宣传 包括一些媒体 对非洲的了解 并不是那么本地化 对 能了解更多是 比较负面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 造成了一个 有时候可能造成一个错觉 比如说 非洲人都是贫困 饥饿 然后就是吃人 什么的 可能是一个稀稀的 不对称 对 所以了解的不错 不对称 第二个 第三个 可能是有一些黑人 比如说 有些非洲人 他确实也做得不太够好 对 对 包括在广州 像中国有很多地方 也有很多黑人 所以说 他有些行为 有些习惯 可能中国人不太认可 所以说 从中和这些方面来说 可能有一些人 对非洲人的了解 可能是 不是太全面 或者这样说 你经常让我了解 这个 我想问你 你喜欢这边的台湾 还是一直来中国 长城去换 还是 是这样的 就是说 关于吃的方面 你要看 你不能隆同说非洲 有个例子吧 我前几个月去过比亚 对 但是我对那边的食物 我就不太喜欢吃 那可能跟我那地域有关系 然后在加拿的话 我来的话 我就比较喜欢吃加拿的本地产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来自湖南 所以说 我吃辣很厉害 加拿人也吃辣 也很喜欢吃辣 口味也很重 所以我刚来的时候 我就对这边的食物 我是比较喜欢的 包括你们的本地食物 那个鸡 那个 奶酥 对 我是比较喜欢的 跟羊肉差不多 对 跟羊肉差不多 那你现在会这边的语言吗 在 会 加拿语言 你在加拿语言 五年 因为的语言不多 你应该会语言 对吧 阿花吧 阿花吧 他让人给你一个就行了 对吧 两个 没关系 我还要跟你当朋友 没关系